贵妇将一整块安格斯牛排敷在脸上消火降温 她咒骂丈夫与女仆共度春宵后却死在她的床上 不仅如此丈夫还将所有财产都留给她和女仆的私生子 大儿子克内利斯几次三番想杀了私生子弟弟 然而他不但没有杀死对方还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 直到卡雷尔向他射击穿透了身后的甘蔗 他才意识到卡雷尔虽年纪小但却聪明过人 毕竟父亲在世时一直亲自培养卡雷尔 这份爱也让他无比妒忌 原本小夫妻粮想杀掉卡雷尔后能卖掉这里的房子回荷兰 可夫人却根本不愿离开这里 她说自己生病了不能动弹 这天老朋友法官大人匆匆赶来 荷兰政府下令所有人都从印度尼西亚撤回 法官大人似乎是夫人唯一的倾诉对象 夫人一股脑地告诉法官 儿子和儿媳要霸占这里的一切 丈夫的尸体还没有找到 他们多年打拼的家产 他不能一走了之 可法官说荷兰政府已经停止了给他的金铁 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去 儿子交代明天一起出发回荷兰 这次法官站在了小两口这边 这里现在很多动乱 为了安全还是离开的好 媳妇和儿子建议夫人 马上回房休息保持体力 等待明天清晨出发 夫人孤立无缘 他的根不再是荷兰 这里有他死去的丈夫 虽然他在世时对自己早就没了 这是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最后的狂欢 很多荷兰人已经撤离 一些本地人也加入了宴会 夫人涂上口红 穿上漂亮的裙子走了出去 他回头望向灯火辉煌的别墅后 带着一丝丝留恋离开 穿过草丛干这地 他来到了糖厂 这是他和丈夫打拼多年 坐拥万贯家财的根据地 他拉动粗绳打开砂糖仓库的开关 晶莹剔透的砂糖从管道清洗而下 夫人扶在地上等待砂糖一点点将他掩埋 没一会砂糖堆成了一个小山 就将它全部盖住 他要在这安静地睡去 到另一个世界寻找他死去的老头 另一边丽萨来捣乱 他先是砸碎了镜子 之后又将桌上的瓶子全部推下 他举起了手中的木棍 这一幕恰巧被卡里尔看到 他绝不允许任何人糟蹋他的家 何况还是这样一个下等人 同样他也讨厌这个男人和他母亲纠缠不清 看到母亲的伤心 卡雷尔也无动于衷 人们将丽萨的尸体拖出去扔进了草地 舞会仍在进行 明天这里就将空空如也 约瑟芬安慰西蒂不用担心过多 明天西蒂就会和儿子一起和他们去荷兰 他们计划在荷兰清算这里的财产 届时要西蒂和儿子在遗嘱上签字 说白了就是要分割原本都属于卡雷尔的财产 西蒂生在山村长在山村 他好不容易跨上老爷生了个儿子 眼看着好日子来了 老爷却撒手人缓 他无法预知带着卡雷尔和他们一同回荷兰会遭遇什么 约瑟芬提议西蒂为大家跳舞 西蒂麻木的表情 双手像蛇般蜿蜒舞动 舞曲悠扬 可谁都无法猜到西蒂的内心有多彷徨 老爷死了 丽萨也死了 谁才能为他们母子两遮风挡雨 与其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不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去了欧洲意味着自己更没有主动权 届时即使他们如案板的鱼肉被人宰割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这里至少还有一主堂场 深夜西蒂将房内的床帘点燃 他叫醒了儿子将他抱起放在了野外的空地上 看着熟睡的儿子 他转身又回到了屋里 此时屋内已经弥漫烟雾 火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一切 西蒂吹灭了烛火安心地睡去 屋内约瑟芬和克内利斯也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房子被大火疯狂地舔视 所有的人都在梦中睡去 只有唯一的幸存者卡雷尔可以在这场甜美的梦中醒来 此时2023年荷兰电影甜美的梦剧中 荷兰年迈领主与发妻在印度尼西亚坐拥万贯家财 领主与女仆快活春宵后 不明猝死却在遗嘱里写明财产全部留给私生子 一张遗嘱缴乱了众人的计划也让贪婪无所遁形 女仆为了让儿子能出人头地 她承担了所有的风险将对儿子有威胁的人全部杀死 电影里貌似没有一个人善良 所有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宁愿杀害无辜的人 一个母亲为了儿子出人头地以丢失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杀死了其他人 我们无法预料一个小男孩的未来 就像电影门一样 所有人都做了一个美梦 只是这场梦最终只有一个人醒来 这是不出乎意料的好电影 她平静而优雅地演绎了荷兰殖民印度尼西亚历史中的一个微缩故事 整部电影好像一个潮热怪蛋的梦让人回味无穷 专注大女主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 关注我 好篇不迷路 但你解读不一样的爱 感谢观看